大家今天如何啊? 看到大家很开心呢 那我们四分钟后再开始哦 非常感谢您这么早来陪我们上课 我反正每天早上都是这么早起来 跟大家一起冥想的呀 好,那我们三分钟后再见 我可以听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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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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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回来 来到又新一堂的将智慧带进生活的课 我是Alejandra 那我是大家今天的主持人 我发现前天我忘记介绍自己 那我很高兴 在母亲节这么特别的日子里 今天在墨西哥就是母亲节当天 那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今天也是母亲节 但当我在准备这个月的课程的时候 我就想说如果能整个月都庆祝 不是只是一天的话那么是多么美好呢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您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分享 所以我把时间交给您 那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 我在备课的时候 是非常高兴 我想一想就是修新七药 然后记得他们给予我们非常大的慈爱 所有的众生 而我们应该要去回报他们 然后当你看到朋友们 甚至陌生人 当你跟他们互动的时候 都要这么想 那我有一个形式力的一个本子 那上面有个引言 那来自Permahansa Yogananda 然后这位大师说过 母亲的爱 并不是为了宠溺我们而给予的 而是为了去软化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可以对他人给予慈爱 所以这个非常的美丽 就是母亲们的存在 就是为了给予我们爱 去软化我们的心 那龙树政者 他也讲过关于 佛陀的母亲的故事 那去教导我们关于 业力以及空性 那在这一个 来自政者的智慧当中 我们也需要配合上 菩提心 我们才能够达到全然的证物 所以在这里 关于母亲的教导 就是要透过软化我们的心 而去达到最终的圆满 有很多很多的教导 是关于如何软化我们的心的 那我会给大家分享 我母亲上师的照片 看一下哦 这个太可爱了 大家看得见我的分享画面吗 这是我非常珍贵的妈妈 她仍然在世 那我是非常幸福的人 然后她有一个非常难去训练 她去软化她的心的女儿 就是我 那我就是一个一般的小孩 成长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美国的中产家庭当中 然后我们就移居到非洲 然后我的爸爸在一个飞机的事故当中去世了 那个时候他只有36岁 我只有16岁 然后在那个时候之后呢 我就踏进了一个充满愤怒的世界当中 现在我在背这一堂课的时候 才开始连接上这些事件 就是对于我失去年轻的父亲 那一种悲痛以及愤怒 然后让我成为一个非常愤怒的人 而我的妈妈尝试去软化我 可是是很艰难的 她花了非常长的时间 也许到大概去年 我现在已经67岁了 直到去年 她才能够真正的软化我的心 透过她的爱 就是她以一个母亲的身份 在西方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 就是对于母亲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观点 我们经常会抱怨关于母亲 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个状态 就是我怎么那么可怜 我的母亲都不管我 然后也没有给我食物 甚至抛弃我 所以在我们西方文化里面 这个是非常让人难过的 去真正的去感谢妈妈赋予我们生命的这个礼物 如果不是有妈妈给予我们这个礼物的话 我们连人生的第一天都过不了 所以为了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 我们可以把母亲这个概念 想成任何照顾我们的人 因为总得有人照顾我们 在我们出生之后 总得要有人照顾我们 就在妈妈生下我们之后 不然我们一天都过不了 都活不下去 所以为了今天的主题的目的 我们可以把母亲这个角色 想成照顾我们的那个人 就是照顾到我们能够自己绑鞋带 能够自己喂养自己 然后为自己找到一个家为止 那这个照片呢 是我最早的两位老师 就是我一看到就知道他们是我的老师 不好意思打扰您 但我们其实没看见您分享的照片 哦,您看,你们看不到 原来,好,我来看一下哦 这样呢,看得见吗 看不见哦 哎哟 那我尝试再调整看看 我再一次分享画面 现在呢 好了,现在看得见了 那我原本不知道我的妈妈 喇嘛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直到可能大概十年前 我花了五十六年才发现 我的母亲原来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她透过软化我的心 而把我塑造成一个佛陀 而这两位呢 就是首两位我认出来的老师 他们在我开始学佛之前出生的 我在四十四岁进入佛学 算是比较晚的 就在座你们很年轻 就已经踏入佛学 是非常幸运的 但某些原因之下 这一对孩子就出生在我之下 然后他们就是我的老师 我当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老师 可是我把他们当成老师那样 去抚养他们 我的任务就是去喂养他们 保护他们 然后其他的一切都是随他们的义 去做的 我没有刻意的去 给他们任何的纪律去遵守 或者跟他们说什么是错的 或者他们应该要做什么 他们就是会跟随一些非常有趣的实验 然后我就会跟着他们的引导 然后去做一些决定 甚至当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 然后我发现当有人哭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履行我身为母亲的工作 我只是要确保每个人都开心 随时都是觉得享受好玩的 而那一段时间 真的是我人生当中最喜悦的时候 光是去服务这两个老师 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 那结果他们成为了两个 我所认识当中最善良的两个年轻人 一个是32岁 一个是34岁了现在 那他们住在钻石山七年 就是在三年大闭关之前 他们非常友善 非常的平静 然后也非常有自信 也不会很有野心 或者很强迫别人做任何事情 他们就是 在社会当中 就是非常有自信的 那我发现 当我用这种方法去 抚养这两个小孩的时候 就种下了种子 去让我遇到我的老师 我当时并没有真正去寻找老师 我甚至也不知道 什么是老师 什么是佛学 但是呢 一个老师就出现了在我的社区 我住在一个很荒芜的地方 因为我在大自然里面 抚养我的小孩 所以我们是住在一个离开公路 大概60英里远的地方 然后格西迈克的第一个三年闭关 就是在同一个山谷里面 那个真的是一个很荒芜的地方 所以我从来也不懂 我是如何让这些种子成熟打开 让我看见我的老师 但其实就是作为一个母亲 然后把我的孩子 当成老师般的去抚养 而这一切都是基于我 透过菩提心去软化他人的心的结果 是一个很酷的连结 大家还可以看得见我的照片吗 我现在还在分享画面吗 没有哦 好 很好 那我们知道智慧是佛陀之母 那我们知道菩提心 也必须有 然后才能够带我们到全然的证物 那我们有好几个练习 是我们目前一起在学习的 这非常棒 这些练习是可以启动这一些菩提心 跟智慧去把我们带到全然证物 那我想加入这一个 透过这个练习去尊敬我们的母亲 然后也透过这个练习去达到全然证物 那当然我们还有修心七要 那我们也有几天大师的 同平等心 那我们也有弥勒尊者 讲到这些次第 还有很多关于修心的 一些论事 那前天跟Hector 以及最近跟格西麦克 我们又看到了 Tone Lan 就是失授法 那最近我比较深刻的在练习 就是平等心 那我就发现 Tenna 大家知道 就是我经常会透过外观去批评他人 就是当我第一秒钟看到那个人 我就会自动自发的去开始评断这个人 是很难停止这个习惯的 我发现我的意识是不断地在做这样的分辨 就这个人是值得我对他好的 因为他上周有请我吃午餐 所以我应该要对他好 然后这个人呢 他就对我不好 所以他是不值得的 我不需要去关注他 他们不是好人 所以我不用理他 当然我们有一个无限的银河系里面充满着我们都不认识的众生 还有所有走在路上的人 我们都可能不在意他们 我也不在意他们 他们也不是我的孩子 所以我们应该要应用起这个念头 这个想法就是 作为母亲 而就像智慧是佛陀之母 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去理解业力和空性 这样就赋予我们力量 然后去给他人贴上一个标签 说哦天哪 原来你是我的母亲 这样就可以对所有的众生都有平等心 因为所有的众生都当过我的母亲 那光是这样就可以让你的一整天变得很不一样 如果不这么做的时候 当我们去评断他人的时候 我们的评断是非常不可靠的 当一个人走进房间 然后我的心里就想说 哦你是我的敌人 我应该要离开你 远离你 因为你对我不好 猜怎么着 就同样的跟 那个 在修车厂在我的车底下 帮我修车的那一个很壮的 满身是毛的那个大男人 他也是我的另外一辈子的妈妈 我们有学习过这样的逻辑 这个想法是有效的 它是合乎逻辑的 我们从无始以来就不断经历各个生事 所以从数学角度上 当然那个树上面的那只小鸟 在我某一个前世也是我的妈妈呀 所以我一定要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众生 就像上周 对我不好的那个人 他也是曾经给我生命的妈妈 或者是对我好的 今天的这个人 或者是明天 有对我说不好的话的人 他们都是我的母亲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一切 不断地拉回来到这一个想法 就是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妈妈 他们都曾经喂过 给我哺乳过 他们都教过我如何绑鞋带 然后也陪我玩耍过 曾经喂养物我 所以我们应该又要对他们感受到 慈心与悲心 然后要平等地对待他们 而根据我们的旧习惯 去评断他人是没有帮助的 既不帮助到我的政务 也帮助不到去拿走所有众生的痛苦 跟让众生解脱 所以我认为今天在做的每一个人 都是非常想要承诺 把所有众生都带到证悟的这件事情上 所以对我来说 开始的时候先要有这样的平等心 这一个步骤 这一个次第是一个关键 是我们达到成功证悟的关键 究竟证悟的关键 而诗授法是另一个非常棒的练习 就是当我们有平等心之后 一天当中我可能会发挥我的平等心很多次 我已经经历很多年的四力量的练习 而且我在一天当中都不断地在做 我会很快地能够抓到我自己 有一些坏的念头 或者我应该说不友善的念头 一些可能会伤害到另一个人的念头 我就会尽快地抓住这样的念头 可是现在呢 我同时间也尝试去抓到 这一个我在评断他人的习惯 就当有一个生命走进到我的附近的时候 因为这个真的是自动自发的 叮叮叮 它就会自己开始了 它是比较好的 我是比较好的 它是比较弱的 它是比较强的 它是很可怕的 它是安全的 它是不好的 就是这么快速地不断在发生 所以我感觉到 努力地去打破 这个非常糟糕糟糕的 没帮助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糟糕 而且没有帮助的一个习惯 而且 它最擅长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个练习可以帮我把 让我很害怕的人转化成我的妈妈 因此我就可以对对方充满着慈悲 那个大块头的坏人 不再让我害怕了 因为她也是我的母亲 她需要我的爱 她需要我的慈悲 而这样也会帮助对方 变得更加友善 这就是我如何转化 去把那些我觉得可怕 或者让我不开心的事情转化 就是透过这样的平等心的练习 所以我们要记得 那个目标就是要感受 就是平等地敞开你的心胸 平等地去关爱所有的人 这是唯一的方法 让我们可以 让我们可以跳脱现在这一个 痛苦的循环 这一个轮回 就是要停止去评断他人 停止基于那些不可靠的经验 去评断他人 哦 因为昨天她请我吃午餐 哦 因为她 她们说过我的坏话 这是 这些是完全不可靠的 所以不要被这些东西勾住 这些短暂性的经验 不要被他们绑住了 要想到他们全部都是你的母亲 他们都是肥沃的土壤 让你去种出证物 透过我们对他的行为 话语念头 这是非常非常极其重要的 对于每一个众生 我们都要这样的对待他们 这是我们在修行道上成功的关键 而且这一条道路并不是只为我一个人 而是为了所有的众生 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 离开了冥想坐垫之后 走到世界当中 就要尝试去 驯服我们 这一个心念 就是当我走进厨房 看到那个骂我的 两个老公 就要想到 哦天啊 她其实是我的妈妈 对吗 我们应该一直接就马上跳进智慧当中 因为 他们就是我的母亲 我很喜欢可惜迈克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 Hancock太太 就是这个老太太 她有吃一些药 误服了一些药 然后影响到她的精神状态 然后她就变得非常的暴力 她感觉到 好像故事我记得是 说她感觉到很害怕 然后她就尝试要打 格西迈克以及Veronica 然后在那一刻 因为她是谁 她的身份是 你的母亲 因此你不会去厨房 拔一把刀 或者拔出一把枪 就射她 你不会这样对她 你会尝试去抱住她 然后尝试让她冷静下来 讲一些美好的话语 轻轻地抓住她 我想我们现在 在自己的国家里 也看到 在现在 非常多的 其实是全世界 都有暴力在发生 我们的 第一个 反应 对于一个 我们觉得害怕的对象 我们第一个反应 就是杀掉她 我并不是在讲比喻的 这是字面上具体 在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 第一反应的习性 四万两千人 在美国去年都被枪杀 这个 就只是一种习惯 我要再提醒一次 我们是可以改变它的 在我们的冥想坐垫上 尝试去修行平等心 尝试把所有众生 看成我们的母亲 非常亲爱 非常珍贵的母亲 她们都需要我们的慈悲 我们的爱 我们都在这一 这一辆飞机上面 我们都是在即将 坠机的这一辆飞机上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我们没有办法逃脱 直到我们改变 我们对于互相的观点 我们才能够让 这一架飞机能够重新 启航 我们不能再去抱怨飞机餐 不能再去抱怨 坐在旁边的人 在打呼 不能再去抱怨说 这个飞机上的服务多差 这一些就是无名 无名的喜爱 无名的称恨 无名本身 所以我们都在这一个 要坠机的飞机上面 我们大家都得死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美丽的一个比喻 就是我们应该平等的 去关爱所有的众生 那我想要用一个 不同的方式来讲 那有人在聊天室问了 这一个教导 就是关于所有众生 都是我们母亲 是比喻上来讲呢 还是说是具体字面上的意思呢 那个是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我们应该去分析 在我们的心绪当中 就是我们曾经受生过 在不同的无数的 那么多个世界当中 受生在不同的 无数的身体当中 所以所有众生 都有字面上 当过我们的母亲 所以他们都当过 那一个一辈子 招过的那个角色 这个人有在我们心中 有一个特别的位置 我们对他有一个 特别的一种爱 也许你在这辈子 没有妈妈这个角色在 可能是你的保姆 可能是你的祖母 你总有一个人 带你长大嘛 因为你在你最脆弱的 那些年份 有人照顾好你 让你能活到今天 所以你的心中 有一个很软软的角落 就是给这个人的 所以我们会跟随 他们的教导 然后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软下来 早安 我看一下 我有没有错过 别人的问题 好 很好 那我想要打开 这个话题 然后来讲一下 也许你目前在你的生活当中 遇到的问题 这个就是真正的 把智慧带进生活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嘛 就是在你的一天当中 如何把智慧带进你的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你可能 你们可能有的一些问题 然后来讨论一下 我们如何应用平等心 以及修心七药 菩提心的七步骤 然后施授法 然后看这三个练习 如何帮助我们 尤其是平等心 以及如何把所有众生 看成我们的母亲 如何帮助我们去 解决问题 他这些练习 帮助每一天的去 解决问题 真的很厉害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特定的问题 你想要透过应用这一些概念 去解决的话 欢迎你分享 或者是分享一个 你用类似的方法 去解决的问题的经验 那也让大家可以去 聆听到你的成功故事 那我们先回顾那七步骤 那前行就是要先有平等心 就是我们不要一下子 就跳进结论说 那个错误的结论说 那个人我把他看成是我的朋友 或者那个人 他不喜欢我 所以我就可以忽视他 我甚至不认识其他的所有人 那我就根本想都不会想到他们 所以第一步就是我的建议 应用起这个平等心 就是把他们这一些 以上讲的所有人都看成你的母亲 因为这样就会刺激 你心中那个软软的部分 然后去增加你的慈悲 你就会很想去帮助对方 很想拿走对方的痛苦 这个概念就是这个人 他曾经救过你 他曾经给予过你生命 这一种感受就会被勾起来 所以第一步就是 把所有人看成是我们的妈妈 或者是对你而言最亲爱的人 就是在你的童年的时候 最照顾你的人 然后第二步就是要 就是要想起所有众生 成为我们母亲的时候 给予我们的爱 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恩责 然后第三步就是想 天啊 我很想要报恩 我一直把我最优先做的事情 放在去报答我的妈妈 给我的恩责 在过去十年当中 他是我的第一顺位 因为他给予我很多很多的慈爱 我是需要去报答的 我觉得在业力上 这个是非常有力量的 所以想要报恩 报答他们的慈爱 这个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第四就是你想要 你想要去拿走他们的痛苦 然后第五就是你想要给予他们爱 然后第六就是你要下定决心 我要拿走他的痛苦 给予他快乐 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 然后第七步就是其实是结果 就是菩提心本身 那现在这一个起心动念 已经稳稳的扎根在你心中 带着这六步 就是包含平等心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呢 让我们可以全班一起来讨论一下 那现在我们没有在一个教室的环境当中 有时候偶尔在教室以外来聊聊天 就是可能在一个小组当中就是问问说 哎你最近怎么样啊 然后大家可以开始分享他们最近遇到的问题啊 以及可能解决的方法 所以我也希望如果大家自在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有同学问 如果我的妈妈已经不在世了 我如何做以上这些练习呢 哇 这个问题很好玩啊 我很爱这个问题 当我们经历这一些教授的时候 我们上课上很多年很多年 我们学习 然后也学习各种不同的论事的知识 我们就开始理解 当然越来越多 就是事物本质是空的 然后时间 物质存在 环境等等这些概念 这一切其实本质都是空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固定的 一切都是百分之一百的潜力 所以当我们在三年闭关的时候 有人问我 哦 你不会想念你的喇嘛吗 你的上师吗 我刚刚差点要讲脏话出来 我跟他说 当然不会啊 我不会想念我的上师啊 因为 因为我在闭关当中 其实我更亲近了我的上师 因为我让上师一直住在我的心中 对吗 每一个冥想 我们都会邀请上师 坐在你前面 膝盖碰膝盖 然后 我们被教导说要带起来 感觉到上师的芬芳 然后看见他们脸上的笑容 然后他们的衣服的质感 然后看到他们的眼睛 然后吸收着他们的那些精华 天哪 你还能够比这个更靠近你的上师吗 就像你的父母一样 就是把他们带进你的心中 在你的冥想当中 坐在你面前 或者在你的冥想之后 在你的早餐桌上 也分一盘餐点给他 上师 我们都会提醒他停 住在我们的心里 然后你就会发现 天哪 他真的会在那 比起在三维空间里面 更加强烈的存在 这个东西 这个肉身是极其的有限制 去分享亲密度 去分享时间 去分享概念 因为首先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没有人有时间 对吗 我们都很忙 然后连讲个话都没有什么机会 是非常有挑战的 然后使用语言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要去准确的表达 所以我就说很奇怪的事情就是 这一种概念的交换 透过心来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你在冥想当中的时候 你提醒那个人去住在你的心里 就是他就会来到你的头脑 就是在藏文里面 头脑跟心是一样的 就是提醒他来到你的头脑 你的心间 然后当你想要问问题 你就随时都可以问 你可以问他说 这一件衣服好看吗 你觉得怎么样 任何的对话 任何的话题都可以 都取决于你自己 去把那个人保持在最亲近你的地方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真的觉得三维空间 反而是最没用的 我实在是等不及 迫不及再想要得到我的光的身体了 赶快不要用这个肉身 这个人在我心中的这个人 我可以听见他们说的话 所以任何时候我都可以跟他对话 这个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希望有的 好 我看一下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那Bruce 有问了一个问题 我看不懂你的中文 可是 阿雷有帮忙翻译了 他说我是一个健身教练 我有一个学员 话很多我不喜欢 我不知道该怎么把他看成我的妈妈 该怎么办呢 哦天哪 我们会做 悲与智的 结合对吗 所以首先 我们知道母亲 我们一定对他是有慈悲的 所以这个OK 我也不懂为什么那个人话很多 第一可能最简单的回答就是 哦 因为我很多话 所以我就会被强迫看到别人话很多 这个是一个非常自动的回答 好 那OK 那我就去净化我的话很多的种子 那我就改变为聆听多一点 所以聆听多一点总是一件好事 然后也许 就是对方的身份就是要讲话的 可是如果你不喜欢 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负面的业力 再打开 再承受 所以就尝试练习式力量 所以去回想 我可能也是话很多 有时候会打岔别人的 讲话的时候 那我最近有两个人跟我说 啊 我很喜欢你 很会聆听别人耶 所以这些我们都是很改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业力去改变它 那 当然当你面对你真正的妈妈的时候 你当然不会跟她说很不礼貌的话 说妈你闭嘴 所以 就是尝试去聆听 然后在你聆听的时候 要明白你就是在种好种子 这个是非常有力量的种子 这样的结果就是 你就会看见他人不会那么话多 所以透过你 用心去聆听你觉得话很多 让你觉得很烦的那个人 然后把他看成是你的妈妈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超级强大的业力对象 这样你就可以种下好种子 而且是对于一个有力量的业力对象 这样就会改变 那些让你觉得很烦 画很多的人 所以如果不然的话 你不去听他们讲话 想要避开他们的话 就会继续种下那些坏种子的心 那些坏种子就会重复地打开 所以 试着 应用起平等心 试着去把它看成也是你的妈妈 然后真的去想象 他曾经非常细心地照顾过你 所以试着去聆听 试着去随喜 然后去种下这些好种子 在那个你觉得很烦的当下 好 我们再来看看 I've always seen problem with my uncle is there a sentence above that oh is th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he has an addiction I know it comes from me but I don't know how to help him 我知道 我的叔叔有上瘾症 那我应该要种什么种子呢 让我不会再看到那些瘾症 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业力对象 第一 要把对方看成是你的妈妈 然后对他感受到有悲心 那这个问题有很多个层面可以去回答 好 首先要把对方看成是你的妈妈 这一个就是你的悲心的基础 好吗 然后第二 这个人如果他有上瘾症 然后会把你放进一个日常危险的状况 因为对方的影证 那你需要去建立那个十二步的计划 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十二步计划 就是对于各种影证 我们都有这一些十二步的计划 给他们去参加 那你没有办法强迫那个人去 那个人得要自己愿意去 那这一些计划呢 那这一些计划呢 都是让这些上有类似影证的人聚在一起 然后大家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得到互相的支持 那格西迈克有讲过很多关于这一些十二步计划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四步骤 就是一个十二步 如何成为一个可以自我保护在情绪上 以及身体上的影证者 那四步骤第一步就是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在这个上瘾症的身边感觉到安全 第二找一个想要同样结果的人 很简单啊 那就去那一些互助会 那些十二步互助会里面 去在全世界都能找到这样的人 所以这就是第二步 去找到那个想要一样目标的人 第三帮助那些人去那一些聚会当中 这些聚会干嘛呢 人们就是会坐在一起 然后去聆听你讲你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点头 然后他们就讲一些小小的建议 很轻松的 你不需要去觉得要整个人大忏悔 或者要把自己的心好像赤裸裸的丢在外面 不用那么不需要那么严重 只是聆听一下别人的故事 别人的问题 然后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你的动机就是想要去帮助别人嘛 这就是第三步 所以就是这么做 去那些聚会 十二步计划的聚会 就不是那一给上赢者 是上赢者的家族成员的 然后第四步就是随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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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来看一下 省心一下你自己的上瘾 你有什么东西是有在上瘾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 有非常多吸引力的东西 很漂亮的东西 华丽的东西 有很多让我们可能会上瘾的东西 首先第一 我们每个人都对于空气上瘾 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除非等我们拿到了光身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再呼吸了 对吗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对于购物上瘾 可能就是对于占有欲 拥有东西上瘾 然后或者我想要有一个很酷的形象 然后可能烟 香烟 酒精 杏 然后Netflix 王菲 这个是我目前的弱点 我要忏悔一下 那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我有见证过 透过我改变自己的影证 我就看到我身边上瘾的人脱瘾了 就是他们在我的世界里面 不再是有影证的人 非常厉害哦 他们就已经不需要再去参加那些聚会了 只是改变了我自己 我戒掉我自己的影 我就看见那一些在我世界里原本有影证的人 都脱瘾而出 所以当我发现 就是当我放掉我那些小小上瘾的东西的时候 那些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就以前是比较严重的 是他们的程度变得越来越轻 就这些影证 然后 当我 忽然回去 又上瘾了 又被那些 我有影证的东西勾住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我的世界里面又有一些人 开始会去喝酒啊 开始又上瘾了 所以这个很酷 所以我就会 说我是需要去改变我自己的那些影证 我才能够在自己的世界上 看到越来越少上瘾的人 对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她说我的妈妈89岁 我有时候觉得照顾她很困难 因为她有健忘症 然后她总会重复同样的问题 不断不断地重复 我要怎么去应对呢 好的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健忘症 或者是阿兹海默症 很类似的一些情形 是很常见的 就是我们的世界里面 可能很多人都共同有这样的投射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吧 那对于我来说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会想 我有一个弟弟 他最近就因为阿兹海默症过世了 那这个是一个业力种子 在我的心中成熟打开了的关系 尤其就是有一个 跟我这么亲近的人 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像问问题的人的母亲 那么亲近 那我认为 冥想可以是一个业力上的因 或者更多的清晰思维 这个我们也许身为一个群体 我们可能要共同努力 当然在医学上 我们花非常多的资金 投入在去尝试解决 这一个迅速蔓延的问题 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已经一直把人们推到极限了 就是对于要赚大钱 要大成功 我得要越快达标越好 我们的情绪体 我们的情绪身体是承受不了的 这个是非常有害的 在我弟弟的情形当中 就是他原本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可是他在这个步调极快的世界当中 他就一直被推着走 所以他的情绪体 其实是已经承受不了了 那我认为我们的冥想练习 会帮助我们看见世界能够慢下来 就是不要再有如此 多的期望 以及平等心去看见所有的人 都是我们的母亲 然后不要对人有那么高的要求 有那么多的要求 就是对于自己的孩子 也不要有太过有压力的一些期待 或者一些跟他说 你应该要变成这样 你应该要成为那样 所以就只是给予爱 然后尝试拿走他们的痛苦 这样就可以我们用自己 有力量的冥想时间去做这样的练习 就是很轻松的这样去改变自己的种子 我觉得我们是能够改变这个情形的 你的妈妈八十九岁 我的妈妈也是大概八十八八十九岁 她的神智还是挺清楚的 所以我还没有需要 面对这样的情形 可是问问题的人 我只是想建议你给予耐心 以及慈悲心 因为他也身处在一个很痛苦的世界当中 然后试着去调整你自己的一些期望 然后在你跟他的互动当中 尝试去配合他 配合他的对话的能力 所以也许你可能需要重复一件事情十二遍 就是如果我的心里是期待 我们能够有更聪明的对话方式的话 如果我有这样的期待 我就会感觉到很烦躁 可是如果我能够降低这样的期待 那其实就不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试着去体谅他也在这一个轮回里面 他也跟你搭在同一架在要坠机的飞机上面 所以也许可以带进一些新的主题 也许给自己一些新的书籍去读一下 让自己有一些新鲜的念头新鲜的概念 就是变得善巧一点 可能讲一些新的话题 也许可能去刺激一下一些新对一些新话题的兴趣 那这是我可以给你的建议 然后要继续冥想 做一个能够支持一个全世界都有健康心理质量的世界 我们真的很需要有这样的投射 我们还有四分钟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大家 我必须说 这个是很悲伤的 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母亲衰老 然后慢慢的衰退 这个问题很好哦 有人问 在Flavia前面有人问说 既然每个人都是我们的母亲 那么每个人都是同样有力量的业力对象 就像我们真正的母亲那样 是吗 对 当我们能看见每一个众生 包含无限的众生 都是我们的母亲 这个就是菩提心 这个完全正正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脱离轮回的方法 这正正正就是我们需要的 如何去应用起我们的智慧 让一个阿鲁汉可以到达佛果位 就是这一件事情 这也是我们这一个课的主题 背后的原因 当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一个强烈的慈悲 然后有这样的起心动念 每一个众生都是我的妈妈 我必须得要保护他们 我必须得要拿走他们的痛苦 我必须得要帮助他们 让他们快乐 那你就对了 请你马上证悟 对 非常感谢你带起这个总结 这个就是一个总结 对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是我的目标 我非常兴奋了 因为这就会让一切都更加容易 就是你经历一整天的时候 我不需要担心说要有各种的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分类 也想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伤害过我 那个人我可以相信 这些都可以忘掉 都可以丢掉了 只是需要想 我可以怎么帮你 我可以怎么服务你 我可以怎么样照顾你 就这样 非常感谢你们来上课 看见你们真的很开心 还有Daniel先生 您也是 躲在角落里的 然后大家母亲节快乐啊 我所有的母亲们 你们都是我的母亲们 我很爱你们 谢谢你们成为我的母亲 谢谢你们带我去政务 非常谢谢卡顶尊者 今天来到这边跟我们分享 以及也谢谢所有的翻译们 还有所有的技术义工 还有所有的宣传义工 所有ACI的义工们 没有你们 我们是没有办法 去制作这一系列的课程的 你看你们都是母亲 你们每一个都是母亲 不好意思 我又打岔了 你看我的坏习惯 然后也非常感谢 谢谢所有来上课的同学们 这一些系列都是为你们而世界的 为我们而设计的 所以请大家继续回来上课 六月也要回来上课 回到把智慧带进生活 每一天都去练习 不论你的生活在哪里 在做什么 它真的会改变你的现实 所以非常谢谢你们来 也谢谢Marina 谢谢Francisco整个ACI的团队 我们下次再见 母亲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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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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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